它让现代人奔波追寻 这是一座散发幸福根源的城市 宜居是这座城市的宣言 也是这座城市居民的幸福根源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宜村 宜村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城市 因为像秀江贯穿了其中 带给他非常便利的生活机能 而且唐朝的大师人韩岳曾经说过 沐以宜村院江山多盛游 为什么唐朝的大师人会对宜村发出了这样的赞叹呢 今天我们的台湾角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宜村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 GO 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宜村 四面环山 又有秀江穿承而过 山水相会 造就了古城的灵气 许多历史名人也都曾经游览过 南宋大理学家朱熙就留下 我行宜村也 四顾多起山 名墨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克也写下 观日景如今在野 游人旅步踩云间 等快智人口的动人诗篇 而在现在更有许多人不辞千里远 特地跑来隐居在宜村 其中还发现了来自台湾的何大哥 哇 看了刚刚何大哥的太极犬啊 我真的觉得你的太极犬跟别人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啊有一种就是跟大自然和为一的感觉耶 那请问何大哥就是你来宜村定居多久了 大概五年了 五年了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就是来宜村定居啊 因为宜村它称为宜居城嘛 宜居城 宜居城三要素 阳光空气水 它这里的阳光 它这里的空气 它这里的水 它水要求的品质 用我们台湾人来说 第一个它水的微量元素 就是它的含息量是全世界最高的 还有它的所有的它各种其他的微量元素也是最多的 这是它的水的优势 我再跟各位讲一下 阳光空气里面 它讲的就是所谓的海拔 它这里的海拔 还有它这里的特殊的造型 你们开车开到这边的时候 忽然间一个众生 你们看到的那个瀑布是一个大峡谷瀑布 所以呢 我们知道那个瀑布的那个微量元素啊 一些什么副离子啊 它对我们人体的养元各方面都非常好 这是一个特色 所以它是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 造就的特殊的空气阳光 跟特殊的水 所以我们就说生命山药素阳光空气水 所以五年前我们一来 爱上这里了 是不是觉得住在这里会对身体很好 它这还有一个角度啦 法谷山的那个森原法师啊 它去年前年来的时候 也就是来到我们这里啊 因为这里有一个微氧中的那个发炎地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它在 比如说我们要为了长寿为了健康 它一定是讲养生嘛 那你禅就是在讲养生嘛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的养生是非常好的 是这个意思 看来还真的找对人了 在何大哥的介绍之下 似乎开始有那么一点头绪 可以知道为什么 宜春呢会大声地说自己是适合居住的城市了 既然刚刚有提到大小谷瀑布 那么我们就继续寻着这条线索 前往明月山 那当我们到达了山顶之后啊 真的好凉好凉 其实山脚下呢本来是很热的哦 但是在山顶上却很凉 就是因为明月山啊 它的海拔高度啊 大概有1600多公尺 所以到山顶上啊 自然的空气就会很凉爽了 那这次啊 我们还有到青云栈道上啊 其实呢 站在那个栈道上往下看 真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因为那个山壁啊 是非常的陡峭 而且啊云雾都在你的脚底下 这个景象啊 是我做梦啊都不曾出现过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有趣 明月山因为主峰山市承办员 恰自明月而得名 而且生态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包含山 泉 船 农 四大旅游资源 山上自然景观起立 绝必惊人 位于两山峡谷之中的乌云崖 绝必高达一百多米 山谷绵艳千余米 因为山高谷深 中年蓝雾飞腾 只剩崖边就像是轻踏在云雾之上 而峭壁缝隙 强热圣命力的千年古松 形态各异 也为乌云崖增添了不少的韵味 山水水转 水阴山活 明月山全月相应 普出一道道瀑布其境 小万姐那现在啊我们看到旁边这个瀑布它是什么瀑布啊 飞链瀑 飞链瀑 那像明月山啊它就是以山水著称啊 那所以啊它的水该不会就是指这个飞链瀑吧 没有我们一共有五个瀑布 有五个啊 对 然后一字而下我们看的是第一个瀑布 这是第一个是最高的那个瀑布吗 不是的不是的 是最低的 呃也不是的 我们每个瀑布的姿态都是不一样的 哦 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厕所 像我们这个瀑布它就像是在 呃大自然的鬼斧神功用刀砍了一批山一样 真的耶 因为这个山啊 这山壁好陡峭 非常非常的陡峭 然后又有这个瀑布就突然间这样冒出来 而且它整个就是很像是一条直线这样往下冲 对 然后声音好大声哦 好巡尾 就像圈在山上的一条飞链 所以我们莫名的碑链铺 哦原来这个名称是这样子由来 对 那也展示了一种自然迸发的一种发泄力 嗯 我觉得非常的令人感到震撼了 因为它的声音 大家有听到瀑布的声音吗 这个非常的大 而且它的水是非常的湍急 然后这个山壁啊是这么的陡峭 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了 嗯 那我们再去看其他瀑布好不好 好还有四个 好 好 施仙李白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似银河落九天 若不是真的来到瀑布底下昂首仰看 真的无法体会出那种赞叹的形容 哇 小万姐这瀑布好大哦 这是什么瀑布啊 浴龙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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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一条白龙 橫空而起 你的山蜜 然后呢我们说它非常有感情 感情 也眷恋我们这边的一草荧木 我不舍离去 所以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浴龙埔 因为它一直在这都不肯离开 对 那我觉得啊它这瀑布真的很大 因为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头发一张乱飞 因为它那个水流下来很强劲啊 就带动那个气流 然后又有一些水雾 我本来啊我们刚刚爬山爬的满声都是汗 就现在这个雾一来就觉得好凉快哦 很清凉啊 是啊 明月山的五道瀑布情态各异 风姿不同 像眼前这道瀑布 白的耀眼的水 从峭壁上飞流直下 水花打在壁上就像片片鱼林一般的形象 所以故名鱼林铺 而近鱼林铺而下的 则是小巧又可爱的玲珑铺 也有人说它像是位害羞的山中少女 微微倾斜的身子 躲在大树与山壁之间 相较于玲珑铺的害羞小妹 那接下来的瀑布啊 则是大胆战士疯子的大姐 哇小万姐 这瀑布好大哦 对啊 这可是我们明月山最大的一个瀑布了 最大的瀑布 对 够长119.56米 119.56米 对将近120米了 哇真的是很高 因为我们仰头往上看 就像是云间漂流的一道瀑布嘛 所以自此得名而来云补飞出 那是不是标在我们石壁上面 那是由我们沈鹏作家所提写的 而且啊它这个雾气真的很重 那出太阳的时候它会有彩虹吗 对啊七色彩虹特别漂亮 真的哦 可是现在可惜现在没有阳光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彩虹 太可惜了 所以明月山上这五座瀑布啊 都是按照它的各式各样不同的形态来命名 对 真的是很有意思耶 哇好雄伟哦 看来天公老爷还是没有忘记我们 只在准备离去之前 突然现身 让我们见识到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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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